張臨期的第一個主意 都是當年的禮儀 開始 禮儀年開始 張臨 這個字很明顯是 即將來到的意思 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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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準備 故意為之將來到的重要日子 來為紀念天主 共生成為人 生活在我們之間 故意 這段經講的是 天主的禮儀 但是沒有今天 沒有看到耶穌的 但是好像聖誕那樣的禮儀 今天可以說 天主 有三種的禮儀 第一次 禮儀 是當耶穌 因為天主子 在白冷出世的時候 但是 在福音 所謂的 是 世紀滿日 耶穌第二次 再來的 時候 還有第三種 就是 每一次 耶穌進入我們 生命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留意 一生 生活中 他的能作 是每個 經驗 都可以說 好 或者不好 開心 開心的 經驗 都可以是 一個 和天主 接觸的機會 我們 今天的 其實 很少 我關於 耶穌第一次 禮儀 即是 在白冷耶穌的 南山 鐵道經 說的是 關於耶穌 最後一次的禮儀 我們 需要準備好 世界滿日的意義 同樣 要準備我們 每個人 自己的 三明 或者 世界的 裝潔 第二篇道經 要靜 我們 靜入天主的 聖天 因為 祂 會 指導我們 如何 尊嚇 祂的 土地 引領我們 在 三明 最後之一 見到 天主 兩章 禮儀 和福音 主要講 我們為 耶穌最後之一 要做好準備 主耶穌會 在我們 想不到的 日子裡面 那個時間裡面 以任何 形象 耶稣第一次禮笼是为帮助我们好好准备祂最后的禮笼 因为事不是我们都想要被提醒 所以在整天之前有四个礼物的准备是最后的禮笼 我们人不是很喜欢我们会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要接受这个是真正事实来的 今天的读经提醒我们要想想我们生活的最终的地 很多人好像福音里面耶稣所说的 就要在浓压的日子 怎样人子的禮笼都要是这样 因为就要在洪水灭细之前 每人知道这个人子的禮笼 那些人都是在做着日常的事 好像每个人生活得很忙碌 平时都不会思考到我们的生活方式 最终会带我们去到什么的目的地 可能有些在生活上很成功的人 生活得很幸福 生活开心的日子 但是到最后我们没有坏迁的三个 最后和最重要的任何准备好 其次就是我现在正是准备好了 但是我们跟天主将来的事 有什么准备呢 福音中这样说 两个人同在天间 一个被接触 一个被接触 一个被遗弃 两个女人同在望方虚望 一个被接触 一个被遗弃 意思就是 可以我们这样说 一个人会被自然灾难 或者责命带走 而第二个人没有事留下 当然 在我们的日上三个钟 我们必须要工作 赚钱 为我们的生活 诸佛 是三个我们家庭 家庭 但我们 就未 必须 准备好 每个人最后的照片 我们是要问一下自己 我们要怎样 直到将未好 就趁着这个将来期 我们要 适时和天主一起 要好好发展 我们和天主 和我们身边的兄弟姐妹 家人的关系 要基于对他人的关系 和无条件的爱 为斟旨 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 只能够找到天主 跟着 耶稣在每个人身上 或者每日的生活经历 尊重 每个人 一人 他 是天主的小者 每人 也许 为他人 好像耶稣 为每个人一样 自欧美女 内广你说 意思是 感谢观看